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回族人民在此经营餐饮行业 因此北越门也开始逐渐发展餐饮行业 并且更名回民街 其实回民街并非只有一条街 是众多街道的统称 街上有很多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和回族风格建筑 还有很多清真寺 目前回民街居住着6万多回族人民 回民街主要经营着小吃 街上饭馆林立 还有众多摊位 很多摊位会售买清真小吃 这里也有西安老字号饭馆 回民街不仅白天热闹 晚上也十分烦乏 道路两旁的路灯将这条街印得通亮 摊位上也挂着小灯泡和气灯 很有民俗特色 在这条街上 有特色的肉夹馍和羊肉泡馍 当地人都很喜欢吃老孙家羊肉泡馍 这是回民街的老字号 灌汤包也是这条街上随处可见的美食 包子皮薄馅嫩双口美味 街上的甲三罐汤包是很有名的 每天都有很多人光顾 小伙伴们想去回民街品尝美食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信心转发以及关注哦